HELLO 大家好,我是Hidy 今天就想拍一個Vlog 因為實在太久沒有拍Vlog 想跟大家一起在長洲這裡過一天 究竟我們今天會做什麼呢? 我們現在出發啦 話說我們一直的計劃是今天早起床的 然後就去行山 因為我們不想太熱太曬 現在已經是12點了 我們現在在找,還有不可能有早餐吃 長洲這裡有很多貓 貓仔 HELLO 誰今天去? 他們去行山嗎? 好嗎?我們去行山好嗎? 我們的第一餐就是分享這個海狼雞飯 我可以描述一下剛才發生什麼事 剛才就是在後面的大廈 這個頂頂 然後有隻貓被困 然後我又不忍心 我就跟另一個附近街坊的依依 想去救他 Chapa,我們真的去行山了 我們交了半個小時 看到這裡完全損失了 然後終於成功救了他下來 我現在很熱啊 我們今天走的地方叫小長城 其實我們還沒去過 所以我們這條路程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挑剔正確 總之就是在長洲的沙灘 看著海一路向右邊走 就會去到另一個沙灘 然後沙灘後面就有一條路 就可以上一個名外的學校 宿舍學校 然後一路向上隊 我們走後面還是沙灘 無所謂啊 嘗試走後面 我走後面 好啊 然後之後 沿路聽說是很漂亮的 但是我們因為沒去過 不知道是怎樣 就是後面這一座山 應該 咦,對了 這隻就是不肯走的小狗 Chapa,你不是不是行山嗎 喂,快點走吧 如果不是天黑的 走 你不要裝模作樣 我知道你在找Chapa玩的 好了 我們Chapa下了地後 你看他又回來了 哈哈哈哈 Hello 他好可愛啊 我要先說明 不是我們怕那隻狗兇 是因為Chapa對大狗 是非常之兇的 牠是會滑下去的 所以呢 我們就一定要抱起Chapa 如果Chapa比較朋友 就可以一起玩 你說多好呢 好了 去到這個沙灘 就會看到小長城 哈哈哈哈 我們就會在後面這條路出發 上山啦 現在來個 鹹山OOTD 因為真的超晒 所以要帶魚股墓 接著 鼻水瓶 這個是在新加坡 Universal Studio 買的 超多水可以摘到 還有什麼 我們的小狗呢 都是一定要帶的東西 早陪我們走錯路 這邊 我們走這邊 想不想走快點 我們的二人一狗走完組合 這隻狗已經放棄了 我們開始了 10分鐘而已 自己走 好了Chapa 自己走好嗎 好熱啊 看到我已經紅了 我相信這些不是胭脂 我真的是紅的 大家可以看到 南亞島 然後一直看過來 好漂亮啊 可以看到我 小狗呢 Chapa 你不行啦 我們繼續走好嗎 走好嗎 走好嗎 來了這裡 好漂亮啊 我是不是去了結界啊 這裡超級不像長洲 我們 又一次 完全地 out of control 突然間 我們出回去 一個有市區的地方 跟我想像中的目的地 是完全不同的 她拗著的時候 你沒有身體 等一下啊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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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會不會痛的嘛 唉唷 好可愛啊 她會否專注 好多 唉唷 你主人要的 Chapa 你不要怕啊 你看什麼來的 Chapa 走過去 你很沒用啊 你很沒用啊 咬她 咬她 對了 追著她來咬 咬她 咬她 這條路呢 就是 我整個長洲 最喜歡的 西堤 我覺得這裡 很舒服啊 然後 又沒有那麼多人 就算 長洲多人到 六層的時候 這裡也是沒有那麼多人的 所以 就可以 慢慢散步啊 然後 Chapa 又可以自己 看 在後面 好 我們吃完 下午茶了 因為 老闆娘 就不想 公開 她的 任何東西 所以呢 我就拍不到 給大家看了 那就是 我吃了一個 非常地道的 下午茶 是不是很無聊啊 長洲的Vlog 好沒有重點啊 今天人家雕鼠救了我 哈哈哈哈 如果不然我也不知道自己做過些什麼 這裡有個 避風港 很漂亮啊 做什麼 有糞便啊 不是啊 還可以走 原來Chapa 說我 死了 好了 我們 終於回來了 現在是 四點半 話說 Chapa Chapa 給人看 她無緣地 爆了 暗瘡 其實小狗 也是會生暗瘡 然後傷口突然爆血 在哪裡 在哪裡 嘩 你看看 看到嗎 超大 然後我們就去了附近一間寵物店 幫她燒了 我要走了 所以 我們現在就要休息一下 我們不敢再到處走 Chapa 肚子在哪裡 肚子呢 給我肚子 你這麼懶惰 現在 我們晚上來到這間 我們偶爾都會吃的 韓國菜 算是 長洲比較新開的食肆 門口拍給大家看看 也很少清新風 她的食物很划算 一個餐有前菜的飲料 都是這個價錢 五十元左右 我們問問這位先生吃什麼 我要豬肉辣炒粉絲 對 她已經吃了五六次了 她從來沒有轉過菜 也要辣炒粉絲 我喜歡吃這個 酸辣牛辣條 雖然她不算是傳統的韓國菜式 但她性價比高 而且我覺得也很適合我們口味 那些牛辣條很軟 那些牛辣條很軟 你又要慢 你又要怕 沒有啦 今天的vlog來到這裡 大家不用太擔心Chopper 因為我已經訂了獸醫 跟她去處理傷口 希望大家喜歡看這條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按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 upload兩條新影片 逢星期六到三點 和星期日到十二點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